欢迎小镇是我是喜耀 反弹会证实玻璃市州大臣因为涉嫌滥权而被逮捕 问话 这个新闻我可以打包蛋 哈迪阿旺看了肯定晚上睡不着觉 上个星期就传出他的女婿 也是这个大臣的儿子 是一个承包商 因为涉嫌跟这个州政府有看护案 被抓去问话了 现在连自己的亲家都被抓去问话 这件事情哈迪阿旺到底知行不知行 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想反弹会不会过几天 就把哈迪阿旺抓去给问话 问他知不知道这些事情 第一他是伊斯兰党的主席 然后现在是玻璃市州大臣出世 第二两个又是亲家 你想看他到底牵连多深 多大的想象空间 我觉得反弹会会往这一边继续的去吸救 第一 第二样事情就是 你想看玻璃市州这个整个州政权 其实伊斯兰党还是整个国盟没有掌握几球罢了的 上届的这个大选才是第一次的变天罢了 还没有坐稳这个遗址 这个遗址还没有烧呢 现在就爆出这样子的这个丑闻 第一 玻璃市州的州政权在下一次大选 再后者如果真的是证实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 其实对伊斯兰党的印象打击你知道多大吗 我就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了 你觉得伊斯兰党跟巫统有什么差别 很多人会讲说伊斯兰党的 因为他够保守 因为他什么够极端 他拿得到很多优异的选票 没有错 但是其实那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你要讲极端 你要讲说保守 你看阿克马 阿克马不够吗 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克马你将他保守什么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呢 通过一两件事情 两三个月 马上你就可以把自己染绿了 巫统就是干着这个勾当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巫统不够好 还是觉得伊斯兰党比较可靠 就是在当时候纳吉的贪污腐败案过后 那一个分界线 让伊斯兰党拿到这么多选票 OK 在那个时候呢 确实GST啦 这个人民的生活开销很大 这个都是一个怨言 但是那个痛点就是 人家觉得你拿了这么多的钱 你用GST收挂了这么多的这个钱过后呢 你拿去自己花 你拿去自己用 你拿去买这个油艇 然后你拿去买一大堆自己的奢侈东西 然后罗斯马 又买一大堆名牌包 这才是人们觉得 他不值得信任的主要原因 OK 所以 其实你讲说他事情什么 所以人民加重成本 其实当然是起义 但是最核心就是 人民在那一个时候 因为贪污 因为滥权案 对纳吉完完全全的失去信任 当一个就很像公司这样 乌统他这个老牌子失去了信任 这个老字号呢 开始爆出一些丑闻的时候 当人民的这个信任 一旦跌下去的时候呢 直接垮台 直接崩溃 你看啊 现在伊斯兰党 他们花了两三届大学 建立的这个牌子 随着这次有贪污案 有滥权案 慢慢一点一点查下去 会不会重蹈巫统那时候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哈迪阿旺 现在要真正担心的 哈迪阿旺未必是真正 我原来讲说参与了 还是执行 未必执行 就是因为他不执行的话 这才真正要去担忧 如果有人是在你背后 你自己的亲家 你自己亲家的儿子 你的女婿呢 干错的这些事情 你不知道 你还要真正晚上睡不着觉啊 因为 这样代表什么 代表说 如果最高的人 都可以瞒着你 那是不是 整个从上到下的 整个这个阶级 一层一层的 全部都有很多 不可高人的这些事情 如果这些事情 不用多 四个州里面 有一个州 证明是这样子的话 人民会怎么看你 而你接下去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 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 巫统还不逮助机会 狠狠的踩你 你看 伊斯兰党也好 土团也好 最大的口号是什么 我们连结 我们干净 我们遵从伊斯兰教育的这个指令 所以呢 我们是圣洁的 纯洁的 我们不贪污 这一些口号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 龌龊 肮脏 不见得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直接被打破 这个事情 巫统一定会做到比你还凶 他一定会一直把你一起拉下水 那过后 如果巫统跟伊斯兰党 都被认为说是这个 有贪污 有滥权的这个政党的时候 其实可能到最后你就剩下比保守 比保守坦白讲 巫统有时候还未必比你差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 哈迪阿旺现在是最难睡得着的时候 因为他必须要马上去知道 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如果真的是有这些事情的话 他要怎么处理 这就看他的表演 那这些跟大家聊到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